你好,我是香港的甘生子Akim 春节快到了,很多朋友也会问我 在2015年他们的运程是怎么样 哪一种算法比较准确 八字,它的准确度只剩八成多 原因是因为它的组合超过一百多万种 没有五代十国,十指贫的指贫八字他们所钱 是唐朝以来,古人算命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用那个年之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心肖 如果我们用心肖来算命 只能谈到神煞 就是我们说的直升和胸升 这是所谓的神煞 其实也是暗年不停的循环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它的决限 后来有人把八字里面的十神套进去 这是我们说的 笔尖,劫财,十神,三观 正偏财,观煞,可正偏硬 你肯定会想呢 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七十三亿 怎么样也不可能 只有那区区的学者认成,对吗? 华虽如此,新年用心肖来预测来年的认成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 早应成为传统习惯 就好像我们在春节 派哪个红包 用哪个红包把哪个年兽赶走 要不我们现在马上参考一下 2015年各个生肖的运程是怎么样,好吗? 属猴的朋友有1944,1956,1968,1980,1992和2004年 以列圈过后为准 属猴的朋友在2015年运程跟属突的朋友三叉拇指也很棒 贵人,桃花,赠偏财都非常好 真的要在2015年多做事 世贤,梦景,成真,复居,世贤 节省有三颗 太阳,天衣贵人,红人 太阳是阳的,代表男性 好的朋友在2015年的贵人大部分是男的 如果你是从事Source and Marketing的 最好跟着男性客人老板肯定没错了 属猴的朋友还有天衣贵人 可以逢生发迹 利公民财路 红人,竹,桃花,可,坤英 未婚的又想结婚的 就要好好留意身边的一生 但是已婚的就要小心自知的桃花,太旺 发生三角关系,桃花节 尤其是1980年出生的朋友 雄心有孤城,废弃,解杀,天空和植被 属好的朋友在2015年 因为走贵人润 在家自知的才华,冷静多劳 压力也大 觉得自知好像有点孤单的 废弃可以把你变到汪子而衰 因此正好就受 不要入籍生悲 例如,钱占多了 桃花也旺 每天楼莲在樱花之地 很容易跟人家争执 被人破头等 杰杀和天空都是平来挺好的 可是最后只是一场空 例如,以为自知很旺 去赌产,洗了钱不走 最后什么都没有 杰杀除了破财 还会影响你的健康 天空心不止破财 连心情也会变得很空洞 在家沽城,桃花节 就很容易出现 只被小人在背后放按键 千万不要光满太露 免得人人肚子 以1956年出生 是好的朋友最好 1980年出生 说好的人 只要小心桃花节和破财 要特别留意 正月、努力、二、七和十月份 还要尽量避免出席 探病、温散的惨可 到底还有什么 吹劫、鼻胸、发、风水不绝 残情可以浏览我的官网和土豆王 最后祝大家雅民好运 欣赏事成 身体健康 踩云滚滚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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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